能力的時候我可以盡量去幫助別人 互相扶持就是順利的一起過去 住人到別人 貴人的意識 主動去協助需要到達目的地的人 凡夫的眾生過這個煩惱河到對岸去 對我來說是要先渡人 然後自己有所領悟之後再去渡別人 清朝道光十三年 西元一八三三年 橫跨土牛與東式的大甲溪沒有橋樑 須靠渡船往來 當時有關渡 民渡兩種 關渡有渡稅 而且弊端重生 民渡有的會勒索 甚至嬰兒喪滅 渡船那時候有私人經營 有一次那個女生 她們好幾個坐渡船 因為受到渡船人的侵犯 翻船逆死 所以我們地方人士 就總共有六十七個捐助人 集資兩千多銀元 這個是道光的時候那個清朝的官員 他贊助一百塊 我們地方人士最多了三百 再過來兩百 我家族廖光祖他是更生 他是那個清朝的時候 我們一百嘛 這樣子嘛 一百二 一百二 然後這裡一百五十 那個銀元很大 這是銀元 銀元 最少的十二塊 這是銀元 那時候買十甲田 捐了錢 把那個竹金就用在 購買這個渡船 跟雇渡船人 台灣第一個非營利組織 都是一度會因應而生 歷屆的董事都是無仇的義工 秉持祖先的精神與使命 歷履近兩百年 助人的義行代代相傳至今 以前渡河渡的是有形的人跟物 1933年 東士大橋建好後 縱然易渡以工程升退 但是渡 依然在 渡的是無形的人心 大甲心兩岸的那個人民 能夠安心 免費的來往 這個渡就是這個意思 後來呢 時代變成這樣 我們就等於像做一些 社會慈善福利工作 做一些社會 急難救助 弱勢團體 學校勤談講助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捐助 只要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都盡量去做 這樣 這樣啦 阿嬤啦 我跟你說 你的腳啦 這樣啦 對 這樣比較熱 也不會滑滑 會滑倒 由渡河 渡橋 到渡人 不論在你的心目中 渡的定義是什麼 它將一代傳一代 一直 一直 渡下去 出傳一代